讲真,这世上最不缺的,就是严控党,没人不爱美女,但自古以来,红颜二字就一直与博命与天都绑定,大多数角色美女,要么在滚滚的红尘中,被历史的车轮湮灭,要么在坎坷颠簸的岁月长河里含泪下一碗苦情汤。 前几天,蓝锦英去世了,这位曾经厌绝舞台山的美人,虽拥有惊为天人的脸脸嫩,体红香,却终究如风中落叶一般,飘零辗转落魄,只希望她在黄泉路上莫然会守时,孟佛可以在她那碗汤中多加点堂,毕竟这一生,她活得太苦,无论我们有多崇拜角色,可我们的骨子里,对于美人的要求与眼光, 却是严苛且残忍的,诺曼梅勒曾这样写道,女明星永远生活在大众想象不到的一个世界里,她们要承受的,是这个世界给予她们的极端不信任,每个女明星都不过是一段流年,她们被造就,却很少能反抗,只能将控制权放在别人手中。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之中,多数的女明星都活得艰难又被动,也许角色能给予她们开一下绿灯,却难以给予自己多一分力量。 可有一个女明星不同,她同样角色,同样拥有爹当起伏的一生,可任凭生活与外界评论,给予她多少风吹雨打,她也依然保持年轻时就具有的那份韧性与力量。 在这个斑斑的动物世界,过着护一样的人生,她是刘晓庆,10月30号,刘晓庆过完了自己的63岁生日,照片中的她偷戴粉花,瞧笑嫣然,依然美得自信又谈道,在这个更新化带速度越来越快低演一圈,刘晓庆的名字在90后,00后,10后的心中可能有些微弱。 再要知道,她曾打下的江山,绝不仅仅能用辉煌而字概括,她的生命中,有太多被冠以第一以及唯一的成就,她曾凭借原影,成为第一个被海外认识的演员。 她是第一个到美国办影展的内地女演员,她曾代表大陆,与台湾代表林青霞对话,成为大陆菜湾关系,破冰的第一股乱风。 她是第一个离女演员身份,喝唱春节莲花晚会的面孔,她是第一个打破戏心绝不用明星标准的女演员。 她凭借无情的情人成为中国第一位独立制作人,她是唯一一个与伊丽莎白泰勒对谈的内地演员代表,当然,所有的第一也有例外。 刘晓庆也曾被划斑倒第三的经历,制片人邓涛曾讲到,中国北翠第一人是清朝时期慈禧,第二人民国时期的宋美玲,第三人则是刘晓庆。 是的,刘晓庆曾凭一己之力,成为这个名利长中俯看众胜的十五片顶端者。 有人曾好奇,为何刘晓庆曾有如此多的成就,真的只是因为角色颜值与得天独厚的运势吗? 也许刘晓庆的确比其他人多了一丝运气,但支撑她获得成绩最重要的原因,是她那抓住一切机遇的虎戏性格。 在刚刚播出的《超级演说家2018》中,刘晓庆以名利场的开奖嘉宾与建言官的身份来到现场,她在讲述自己早年间的经历时曾提到,第一次演戏时光世纪,就用了八个月。 导演对她说,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就让她先演着,等到飘到合适的演员时刘晓庆就会被替换掉,在这样的选择面前。 刘晓庆绝不放过一丝机会,她坚定的撑下了每一个焦虑与怀疑自我的日子,只为能够让自己有出头的机缘。 当时她在修起录队伍中担任杂大锤的角色,一个解放军问她,你想不想当兵?她回答想。 解放军接着问她,那你敢不敢跑?她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敢。 刘晓庆从来都不只是说说而已,她真的收拾行李,凌晨偷偷跳上拉货的卡车,直接跑到司令部。 表演十八般才艺给自己争取机缘,在那个年代,一个年轻的女孩总是面对茫茫前路,她也依旧敢于放手一搏,将所有的机缘握在手中,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入商品经济,从一个女兵变成一个女明星。 刘晓庆从来都知道,要改变人生,能依靠的只有自己,一网无前虎三行。 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最真实的佐证,这样的性格从未被时间打磨过。 这些年来,她在演戏中信奉末日感,把每一部电影和话剧都当作最后一部作品。 她习惯了凭尽全力,也习惯了尽善尽美,从来都相信只有把握在自己手里的,才是可以被信任的未来。 所以,这世上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巧合,每一分运气的背后,都潜藏着不为人知的付出与先劳。 那些岁月静好理念,悉数是负重前行。 提到刘晓庆,就不能略过曾经那五位杂臣的秦琼四百二十二天,这样的精力足够压垮任何一个人。 更何况刘晓庆曾到达过颠崩,这样的一无所有所带来的落差感其实更大。 一夜之间,她所有的光环都被摔碎到地上,公众对她的漫漫一波接一波,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而言,这样的低谷几乎难以跨越。 刘晓庆从未否认过自己的错误,也用实际行动去弥补,可这些行动悉数都拥有一个底线,那就是我刘晓庆在哪儿,都不会自杀,只会咬牙嚎过去。 她永远坚信,除了生死辱命,这世上没有什么跨不过的,人总能活下去,这是她体内苦气血液所支撑的力量,也是她任平风吹雨打。 我自然系面对一切的人生线条,她在超级演说家2018个人演讲的最后,说自己永远是昆仑山上的一棵草,这句话其实取自她的回忆录,人生不怕从头来,是她内心最真实的写照,浮舟沧海,立马昆仑,我们期待着她在这场搬来的名利场中,即是一往无前古山行。